我們的九爐橋 目前我看的到民眾給我翻譯的就是 我們的橋是不是做得不夠特色 不夠漂亮就對了 舊九爐橋工程生退 拆除工程已經順利完成 新橋預計在115年可以完工 但是新九爐橋的設計 對比過去高聳的模樣 好像陽春的許多 這個九爐橋要做新的橋 因為實際上我們九爐橋也有歷史 因為現在九爐橋很久聽到要做新的橋 這個藍圖我如果有看到 暫時也有民眾在翻譯說 那個橋怎麼做得這麼簡單 因為古山區的觀光地標本來就相當多 九爐橋過去就一直擔任著 三明區連接古山的重要道路 地方希望新橋的設計 是不是可以再多切小吃 讓這個暫時離開的老地標 可以更加華麗的轉身回歸 因為很多人都要來高山出頭 要去做的時候 當然一定要進入這個九爐橋 這個九爐橋是做得比較貼 當然是地方聽到的就是 包括民眾也在翻譯 就是是不是人家把這個九爐橋做比較有特色 讓有一個指標性 讓我們的民眾 包括是讓我們的國地方 買來我們古山參觀的時候 說這個九爐橋做得這麼漂亮 目前新橋的設計以人本為主 有設計人行道以及突出的觀景台 結合周邊層次綠廊道 融入當地的生活環境 但是如何將過去近50年的橋樑記憶 交給下一棒 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傷腦筋 新建的九爐橋將縮短垮度及降低橋樑的高度 整體的橋樑設計除了滿足結構及交通安全外 同時我們也參考國內化的案例 搭配愛河水岸的景觀 橋面兩側除了規劃有寬敞的人行及自行車道外 並設置有景觀平台 未來可以供街頭表演的空間 並吸引遊客的駐留 橋面下我們也有提供足夠的靜高 可以供愛河遊船通過 同時我們在橋樑上也規劃景觀燈 並且利用夜間照明的變化 與愛河打造璀璨的新地景 一座重大建設的啟用 期望都是萬年久遠 也因為長期的使用 流有感情 變成了當地的重要地標 當舊的立標離開了 新來的該如何接手過去的情感 與新的期待呢 記者川君高雄報導